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只是说一直那个环境来去感觉安心 还是有待成长 有的总是要聊的 什么时候聊而已 总要聊的 不管什么 总有一天会聊 难道你不愿意聊吗 有缘就没完没了 总要聊 聊了不代表没情 聊了也有情 你把所有的脸聊了 你会问 就在当下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真的喜欢这个世界吗 你真的喜欢这个世界吗 喜欢这个世界的东西吗 你在这儿你有吃的很多东西 到底喜欢什么 你真的喜欢这些吗 你喜欢这个世界吗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世界 如果你喜欢这个世界 其他的事情并不重要 其实很多时候是你真的不喜欢这个世界 你喜欢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 或者是被迁移的那些东西 除了那些你啥也不喜欢 你才无法安住在这些吃和玩乐里 你无法安住在吃一个饼干里面 你不喜欢 其实不这么喜欢 说句老实话 赞美的口味你也不是很喜欢 如果这个东西的诱惑力足够的话 你就安住了 如果是文轩他就会 他就很喜欢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安住在这儿了 其他的并不重要 有小孩子会被一个饼干诱惑 但我们不会 我们会比其他东西 其他的已经无法跟他抗抗 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 就是你在意的那些 在意的那些都是一点一点一点 很久慢慢熊涛出来的 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竟然那么执着那些东西 就是有一点点 比如说亲情有情爱情或者是一点 这是什么时候我们形成了那样的知见 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执着在里面 然后呢 很崇敬 就是就算很圣洁很完美很崇敬 就是一份情感或者什么 难道也不该了吗 如果成就以上正等正确都需要了 我这天看的什么图片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人是个修行人 他是有头发的不是一个出家人 就披着一个衣服 一个人 但是你会 你看他那个 他正好在那个沙漠里面还是哪 就照相了那种野神 你突然觉得很久了没看过这么干净的脸 就是那种感觉他不是漂亮不是好看 或者不是他甚至不是哭啊什么 很干净 那个野神跟那个脸 他是闭着眼睛 他就这样子 闭着眼睛站在那儿 迎着这个沙漠里面的光照了一张相 就是你看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是在翻一些沙漠的照片的时候 看到这张脸 就觉得哇 这么久了没看到这么干净的脸 那是一张没有经过情欲经营的脸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 每个人身上都有那种被情欲 情欲是清添有去下去都有的 就是好像浸泡过了这种脸 就是那种 就是我们苦也罢 乐也罢 在那边追求也罢 他那种干净的事 但不像一个说是情窦出开的孩子 没经过这种 没经过情感的那种 他是一看就是 这世界一切风情他都懂 但是呢 大概是三四十岁这个男的 我看大概就是四十岁左右吧 但是他那个脸很干净 就是一张很干净的 只能用干净来就是 就是没有浸泡过情欲的 没有被 他也许那个人 他当下 你看他那种脸的时候 他当下也许会 如果他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也许会结婚也会生子 可能会做 但是他没有被这些 这个世界的情欲经营 就没有每天就是沉浸在这个世界的恩怨里面 情感里面 就是他站在那边 可能是个休息人 我感觉就是 他是休息人 这沙漠在那 好像就是静静的思考 就是他那个脸或者那种光 那种 只能说干净 甚至都谈不上清净 就是不是清净 也不是喜悦 啥也不是 就是干净 干干净净的站在那 就是一个人 就是那样 没有什么仁义理智性虚伪的东西 在脸上挂着 也没有什么 无上圣洁的感情在他的脸上挂着 没有任何你认为的什么 我是圣洁的 或者我是卑微的 我是高傲的 我是自卑的 我是清高的 或者我是熟的 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干干净净的 但你觉得他一切都抖 但是很干净 生命里面有很多的 就是说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 我们的修行的 我们目前很多修行的 我们的疲惫 那种脸上的疲惫 那种 当然说我们可能用我们的家庭生活 工作 事业 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真的是 比这个生活拖的这么宽吗 生起的病或者是什么 我们心真的是为这些在内吗 就是我们 我们被什么东西禁营了 就是染着了 就是那种 就是站在那儿 真的是没有那种干净的 就是每一个细胞 就是 那是一种情欲了结后的 每一个细胞的开花 就是那种 就是情欲终于了完了 然后你的细胞从空开始放光 所有的细胞 每一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被情欲浸泡 那个时候你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因为那些 有些东西是来自于父母的 我们来自于情欲 最后了完月以后 你的每个细胞都在 像中空的开始放光 就是 只有那样 但是说我看到那张照片 他没有打 可能没有达到那种情欲结束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他很干净 就是 我说这个相片 我说很久没有看到 这么干净的脸 不是 不管他修行什么 但不是一个孩子的无邪 不是 当一个人真的爱的时候 是情欲进了的时候 当你的情欲 在你的每个细胞里 开始清净的时候 其实你所有的情欲 几乎了完了 你在这世间情欲了完 然后你的情欲开始进 那个时候真正的爱才开始 就是无我的爱啊 大慈大悲啊 所有的一切才开始 否则我们谈不上爱 你的爱才开始永恒 才开始没有伤害 各种情欲 各种情欲 孩子 一巴掌 丈夫 孩子 亲人 朋友 各种情欲都伤害你 你觉得 怎么会伤害我呢 怎么会 其实 真的是你在乎的太多 你自己在乎的太多 然后说各种情欲 亲人朋友 甚至网上的八卦新闻 比如说 什么什么什么那些 你关注的偶像 他们的问题都在伤害你 都愤愤不平 就是那种情欲 我们有时候觉得 我们在乎的很多没有问题 你在义的太多了 没有问题 但是你真的放下 有问题 就是说你 在义没问题 但你能放下吗 是不是在义就挂上了 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 你要在乎太多 你缘越多 在乎越多 还不是 那种 有时候 你看那些 有些我不知道 很多人修什么中派的 他们那种 那种很自然的 就是那种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 一定要在义 但是我相信 它不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也是父母所生的 难道父母你在乎 就解决问题了吗 是不是 然后静静的去走自己的路 该孝顺的孝顺 该说什么的说什么 是吧 淡淡的 也不要被自己的欲瓦吸气 在里面多挣扎 没有自己也没有什么 不就是很淡淡的绝受吗 如果没有认知 这种绝受 必不能多大面积的征服你 就算是痛又有怎么样呢 或者病痛又怎么样呢 如果你的认知不加这种 没有恐惧 没有对病痛的很多 很多偏见的认知的话 那个病痛又怎么样呢 又能把你能怎么样呢 淡淡的去承受 所以得癌症的人家也能笑出来的 是吧 也有笑出来的 也有很开心的 是不是 生日有长有短的 怎么样算一辈子呢 是不是 难道一定要活到80岁 算一辈子吗 20岁50岁也是一辈子 是吧 那也比猫猫狗狗活得久了 猫10年 狗一狗也就是这样了 就淡淡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这样 每天有自己的因果福报 你焦虑 你去牵挂 你去在意又能改变什么呢 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 我们能做的也是有限的 跟着人说要休息 跟着人说不休了 其实我蛮在乎的 我在乎说是他不休了 我就会 你知道那位他会自责吗 他会说 哎呀肯定是我讲的不好 或者你看给人家 让人家你看断了 这个不休了 那你要讲的好的话 你要做的更完美的话 可能人家就会休息了 继续 但现在真的不会了 就是觉得 如果谁说说 我不休息了 我不跟你休息了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 哎呀行啊 你可以去其他老师那儿 但是你不要不休息啊 你也许我讲的不好 但是你可以去其他老师那儿 其他还有善知识嘛 你可以跟着他们修 佛陀的东西是宝贵的嘛 你不要放弃啊 会鼓励一番 但是有时候 人家也会有些自责说 可能是你讲的不好 或者说你 你色受力不勤嘛 你还有你做的不 不完美嘛 你才他在你这儿 丧失了修行的信心嘛 你会很在乎 就是 心里边会觉得 不是不说说 惭愧或者觉得 哎呀有些 现在一点也不好 手机老刷 真的不是说 我觉得不是说无情 不是说你不在乎 别人的成就了 但是说 从金刚经来说 没众生可度 众生都以是佛 但是呢你真的做到这一点 其实真的 在这个过程中还蛮难的 现在真的有人跟我说 我不休息了 老师从今天开始 我会说 啊拜拜啊 我说你 你可以不休息 也可以在这吃吃玩嘛 是吧 然后呢 或者你不愿意休息 没问题啊 你在红尘中生活的好一点啊 哪一辈子你愿意休息了 咱们再遇啊 再相遇啊 哪一世啊随便了 也许不是下一世哦 也许哪一世 你突然又想休息了 也有可能我们还是 还是很相遇啊 我说挺好的 我真的会这样祝福 就是 你心里也不会 不会在意这一点 也不会觉得是 你讲的不好 或者也不会觉得 是他放弃了道行 你一点遗憾 就一点遗憾 也没有 就是那种 就是淡淡的觉得 哎 都是最好的 一切的发生 都是最好的 只有因缘 缘起缘面嘛 缘起缘面都是空嘛 就是这样子 就是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是不是啊 你去做 你在家人朋友 所有的事情 就是这样 就是淡淡的 就是淡淡的 永远在看着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 做好你自己 做好你的风 剩下的 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不要强求 不要 甚至别人修行 或者承道 你都不会强求 一定要他怎么样 一定要他修行 一定要他承道 一定要他 你这都已经 强人所难了 甚至一个人说 我说我在你这个道场 没问题 但是我不愿意修行 我就在这儿 我玩 我 你今天善业行不行 可以哦 我都觉得挺好的 我说还注意心果 只要注意心果 下面只要不剁三个道 就可以了 可以降低标准 是吧 都没外 你不是说 哎呀 你怎么可能你得到了最高的 无伤大法 你竟然不发菩提心呢 你怎么可以不修行 就是说 这句话 大家公开有时候开玩笑说说 但是不会对个人说 不会对个人 不会把这种 这种 这种观点强加在一个人身上 他就说 我不修行 你知道他无常的 他今天不修 明天也许又要修 后天又不修了 你不会说 哎呀 你看你那样子 但是呢 你会说 随缘了 就是这样 就是 因为他永远不知道 休息是为他自己好的话 你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 给谁修呢 是不是 就是这样 现在就 也是随着时间 你自己修 你要去看看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不能强求 强求就自己低了 你要是从你很在乎的一个人一届 就是一些东西里边像 情绪 阿童有点骨气的话 你是真的是很难的 你在意了 你就委屈自己 告诉你 你就会低生下死 你就会低生下死 你就会低下你高傲的头脑 你在乎了 就是他是一把扇子 你都会低下你高傲的头脑 心里边你会低下去 就是这样 你都不会天地合一的 那样 阿童情绪做起来做人做事的 就为了一个人一见识 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那种佛脉 我们还是要有的 不会为这个世界任何人 任何事 任何一个东西 去低下你那个 天上地上 为我得中的头脑 是吧 又什么呢 就是这样 你别的 别的可以圆来圆去的 你还影响我成佛了 是吧 成佛这件事 谁也影响不了 因为你就死 只剩下的都可以 只不过这个圆没成熟呗 上圆没成熟 没有结那个果呗 不就是个果呗 这一世没有结果 可能上一世的搞错了呗 有很多事 因缘要具足嘛 一件事 它就是因果嘛 可能因 因不对 果也不对嘛 不要有遗憾 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一切都完美 但是呢 一切的完美 就是你看到这个完美 是自己真的是情起胸 那种我嘛 就是 就不太在意这个世界 你才能完美 不要在意那些东西 寝折了心 就是 情起 就那样 当有一个 尤其在情感上 当有一个人 如果真的伤害到你了 让你的心开始痛了 那就 就是 赶紧就说 哇 这下可把所有我欠这个世界的情缺了完了 你必须不会这样想呢 我们总是欠这个世界很多神圣事实 欠很多情感或者很多人 如果你的父母无缘无故责备你 如果你的孩子无缘无故的觉得你有问题 如果你的丈夫妻子无缘无故的就去骂你 或者是 那都是了情缘的最佳时机 如果你能忍辱过来 或者是你坐在那没有任何遗憾 内心很淡定的 然后去承受了 坐在那儿 然后静静的 按着佛陀的指摇静静的坐在那儿 与诸佛菩萨在一起 我觉得 能相信这一点的话 有什么 正好是 都是了嘛 了因果了缘的时候 是吧 你也有对不起别人的时候 你也有伤害别人的时候 好 直接就了过来了嘛 他帮你了 你疼得越厉害 了得越多 不是吧 生生世世的全了 哇一次感情全了了 那不多厉害 多舒服 都是啊 省得你修很多结 还要一次一次纠缠 一次一次纠缠 多没意思 多厉害 了了不是说不能结婚 什么也行 了了再说 但是如果不了 纠缠在一起 反而啥也搞不定 结婚也是苦 不结也苦 在一起也苦 分开还苦 拿起苦放下苦 怎么也苦 就是苦海 了得就是这样 不要在乎太多 不要想太多 嗯 就是不该在乎的 不要在意 本来就不该在意的事情 你非得在扯上关系 那就更不更难受了 更不应该 嗯 嗯 不要给自己制造障碍 有时候那个 不要那个国 抽筋就卡住 有些游戏不能玩 有些游戏 玩进去自己 自己的能力不够 嗯 出不来的 如果觉得自己用能力就玩 没关系 你进去你就送你得出来 如果出不来就别玩了 下次 但是即使你再爱一个人 也很爱很爱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 你离你而去了 那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感受 他是不在意你的 他如果是在意你 他就不会离开 是不是 就是他不在意你 你还伤个啥心 伤心一个不在乎你的人 有啥可伤心的 还不好好地开心起来 我自己的人 真的没啥伤心 不在乎你痛苦还是烦恼 也不在乎你的绝授 不在乎什么 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伤心是把 女孩子是把感情想得太美 觉得哎呀那么美好的 怎么可能泄了呢 美丽的花儿怎么能泄了呢 看得太美 就是很纯情的女孩子也会 很追求完美圣洁的女孩子也会 她不自觉地把人与人的感情 升华到一个完美的境界 到最后这个境界的破灭 让她就很伤心 伤心的不是这个人或者是 她是伤心的那个境界破掉了 她美丽的那个幻境破掉了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甚至空性的境界 对我们也是很完美的修行人 你觉得两个人一个四大街空的 跟一个四大街空的在一起 这两个四大街空的出来 那个空性的完美 在你头脑都是多花 可能很美的那个空性 你要说空性她很美 因为她喜欢空性 虽然她还没震得空性 但是她真蛮喜欢 因为那是她一直追求的境界 你说那是空的 她好 空的好美 你不能说室友的 她反而厌倦了 空性的美丽 人家越不在乎她 越空越美 知道吧 要腻上她 她就伤心 她就烦了 要每天跟在她屁股后 都腻着她 她就会很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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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